PARP5 吃 我不走坡儿平 我走 居棋静衣 我说我走居棋静衣 我走 下班旗 至于吗 至于 你凭什么诡计 就因为你是军团长 你跟我一样 是富龙 是江夏秋 夏秋你可以毁 大仗你毁得了吗 你瞧不起王妖屋 你轻你 你让你的二十是大主公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刚刚登上军团长 你想让大家看看你的能耐 你动不动就买你的老资格 黄埔一级富龙之学院 这些种族国会让你不空 义棋 同志 你算是什么 我看你 来吧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怎么看的 你自己也不一样 �� 你 你怎么看我 如果看你 你怎么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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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悔啊 我与参谋长苏玉 带领红石军团的先头部队 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 如果大部队跟进 我红石军团就能绝处风生 都得起来 没事 我保险 到 到 从这儿下 没有情况 看来甘蔗边界的封锁线 敌人还没来得及合喽 报告 军团长让我来通知你们 军团主力部队已经集结 离这里还有五公里 但是实在走不动了 军团长让你们先走 方主席 情况紧急不能延误 部队今天晚上必须通过封锁线 是 你以我的名义写信给刘首席 敌情万分紧急 要他无论如何在今夜迅速跟进 全军团都要通过封锁线 是 走 这儿 这儿就是徐家村 谁令朕令最近 醒口第二宗队第五团 命令他们烈焰出发 明天冯小前必须到达徐家村 是 你封信能改变军团长的决定吗 苏玉 我要你带着部队线离开 迅速进入苏区 我们在德兴县 黄世田一带会合 方主席 你先走 我回去 我不能走 我了解军团长 我必须要回去 赶东北的乡亲父老 把孩子们丈夫交给我 我要把他们带回来 方主席 方主席 他们这是学长上师 跟着我冲进去 是 军团长 把烂了 接不上了 扔了吧 你们怎么还不走呢 方主席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们不走 我能不回来吗 我给你的信 你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你为什么不走 我让你带领部队 连夜通过封锁线 你为什么不执行 军前一请旗 既会哨纵即逝 你是军团长 怎么犯这样的错误 部队几天没吃东西了 实在走不动了 走不动也得走 就是爬 也得爬过封锁线 我命令你 召集部队 立即出发 是 接客部队 马上出发 走 同志们 各位同志 我们必须提起精神 继续往前走 这是敌人最后一刀封锁线 就算摇紧牙关 我们也要冲过去 下达作战命令 命令第四十九师 第五十七师 补充第一旅 独立四十三旅 保安纵队 迅速赶到怀玉山 封锁毒死所有的中当 捉大防治呗 有敌人 有敌人 敌人的封锁先合拢了 打吧 穿过去 别着急 有官呗 撤 你 请开启 继续 不能 抹 上追 你 你 你 买了 等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市长和曹操部长将会带领大家打前奉 杀开一条血路 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 杀出去 同志们 我不想多说什么 拿起武器 向前冲 同志们 要不 要不 就死在这 要不就杀出去 回阳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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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兰 我看 迪雷 你们先出去一下 我有事好防住戏谈 冯主席 我们这支队伍是纯洁的 当心很强 可有些地方还不能掉以轻心呢 我这个笔记本 该注意什么人 上面都记着呢 天来 我们只是决定分头突围 但并不表示 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我的腿已经这样了 无论跟着谁 都会连累大家 我是何百元 不能给中央留恋 我们红军什么时候 丢下过受伤的同志 就是抬 我要把你抬出去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苗敏嫂子和乔英怎么样 我好想他们呀 别想太多 好好养伤 好好养伤 老船 除非 整理应该不可 没有把队伍带好 没有把仗打好 如果我能出去的话 我会跟组织上申请 处分我 我是军政委员会主席 所有的责任在我 我们分头突围吧 宝芳 宝芳 保重 大帮长 他们人呢 到处都是伏笔 他们都没有冲出来 你的任务完成了 等一下 还有一份 等会儿 血压竹头低 低下欲沾泥 一朝红日起 依旧雨天起 您的小说我已经读过了 是吗 请指教 您别客气 我非常敬佩您的勇气 我知道 您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我想我应该为您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以尽我绵薄之力 高先生 谢谢您 我想我会需要您的帮助的 您先回去吧 不要在这儿太久 喂 黄山 委员长 听说你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方志明 没 没有 你这个南昌行营主任的价值 越来越大了 这是政治 杀人容易 难在诸心 明白 韦总 你知道吗 这监狱啊 从会之道建造 我胡一鸣可是轻力轻为啊 可以说我胡一鸣 是国民党监狱的开山鼻祖啊 真是华天下之大忌 胡先生 难为你了 不过 你还别说 我胡一鸣二次进宫啊 又发现了监狱中许多防范的漏洞 本来呢 我是想把这些问题写成材料 现在啊 我胡一鸣二次进宫啊 把盖处医了 胡先生 您赶快回避一下 顾主任突然到访 要欠封着你 请 方先生正当英年 何必抱消极的态度 蒋公的意思是想推崇方先生 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 谢谢好意 但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苏维埃那一套 在中国不实用 苏维埃追求平等 人民当家做主 适用不适用 你自己去问问苏维的百姓 你知道吗 你们围剿红军 我发行抵抗攻战 苏维的百姓踊跃认购 短短三天时间 就已经筹备了十几万大洋 你们搞国中之国 这是在哪个国家 都不能允许的 我们中国 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 压迫 内受贪官污吏 普豪列身的统治剥削 国已不国 名不了声 只有令起炉灶 只有令起炉灶 在这长期的奋斗中 我一向过着朴素的生活 从没有奢侈过 经手的款项 总在数百万元 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 是一点一滴的 用之于革命事业 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 颇思奇迹 或认为夸张 而舍己未攻 却是每个共产党员 具备的美德 方主席 这是几个 清贫 洁白朴素的生活 正是我们革命者 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鹏 鲁 Ink 盟鲁 Ink 指挥控军了 这上面有你们的消息 河先生 有一定的消息 鲁蛋 鲁關 小战 小战 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 我在狱中热诚地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 并望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坚决战斗 全部消灭白军 创造苏维埃新竹 部长官到 请坐 今天是我们黄埔军校的同学聚会 首先欢迎我们的独臂英雄 黄埔一期的刘筹夕将军 子荣啊 我单独敬你一杯 校长几次打来电话 让我一定要见见你 和你叙叙旧 就说叙叙旧 没提劝降的事 不是劝降 是归队 校长是个重情义的人 尤其是对黄埔师生 更是关怀备至 当年你失去了左臂 是校长亲自从国外 给你订来了甲枝 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 我也历历在目啊 他给我弄了个甲枝 后来蒋先生亲自杜战 围剿红军 他送我这甲枝啊 又给打碎了 就剩这么一条好胳膊了 还让你们打了一大窟窿 我刘筹夕 差点成了吴碧将军啊 子荣 请 请 大家请 老同学 来 我敬你一杯 子荣啊 今天来的都是在南昌的黄埔一期 还有二期三期的同学 都想来一读子荣的风采 让我给挡架了 你是怕王耀武来了 我这个败兵之将 脸上挂不住是吧 没什么挂不住的 败了就是败了 我小看王耀武那小子 这是我兄弟 交兵必败吧 不过这小爸运气真好 要不是新兵枪走火 今天当阶下球的 一定不是我刘筹夕的 就是就是啊 后来啊 王历长也说 当时真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呢 这好在啊 这老天有眼呢 老天有眼吗 如果老天有眼的话 能看着老百姓吃不上饭 穿不上衣服 老天有眼的话 能看着你们这帮当兵的 手握兵权 不去打日本人 打内战 老天有眼的话 老天有眼的话 就因为把这黑暗的质戒 全散了 子蓉啊 敌意想多了 我们今天在一起 这是 许黄埔之情意啊 不谈国事 聊得差不多了 我饭吃得也差不多了 谢谢款待 好 快走 有敌人 走 走 撤 追 我们分开 一定要冲出去 走 你 别让我哪边追 是 抓你给我来 我在这儿 红尽各个你 要慢慢走嘞 小心路上就有 石头 痛到阿哥 低脚趾头 不要害怕 我们也有点俘虏 其实 其实你只是中了 共匪宣传的毒 只要你能 就要得不 我现在啊 一天不见到你 这心里呀 就空忘了 你 这一天不见到你 是一个真正的革命照样 敬佩 胡老 胡老 您跟委员长低低头 认个错就过去了 何必呢 方志勉 您老婆被抓了 伤风呢 准许您和您老婆和孩子见见面 见见吧 骨肉亲情啊 你呀 不应该在这里 你应该在家里抚养孩子 见事不见的 给我个话 老方 出什么事儿了 老方 出什么事儿了 他们把妙妙抓起来了 让我见她 还有两个孩子 老方 我觉得不能见 为什么 这是他们故意安排的 如果见了 他们就会大造舆论 说我们投降叛变了 不不不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见一下 这假的 真不了 如果这次不见的话 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想想 我想想 见与不见都一样 我相信他全都明白 我相信他全都明白 方先生 有什么 可以帮你的吗 我写些东西 我写些东西 另外抄了一份 麻烦你帮我带出去 好 我写些东西 我的生命只有三十六岁 你赶紧下令执行吧 怎么会您收到你 您有什么安排的 我可以去办 枪毙我们的宫门下来了 我这儿有份书稿 麻烦你帮我带出去 交给鲁迅或是宋静凌先生 会让我女朋友 把你的文稿送往上海 谢谢你 谢谢 三位 你们的大县道 我奉命送你们上路 兔崽子 打扰老子下棋 走错了一步 阿刘 悔不吗 不回来 一步错百步错呀 就是 愿赌服输 小子 别得意得太早 今天我们三个走了 早晚有人陪你下完这盘棋 带走 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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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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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痴 老苍 你们先走一步 我随后就躺 我随后就躺 方叔席 咱们哥儿俩真是有缘分的 死都死在一块了 一起参加革命 一起留宿 我当时也是想上军事学校的 服从组织安排 上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你真应该上军校 不是 俄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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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 你也认识 你也认识 卢迟啊 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怨我吗 其实啊 人这一生最重要的 是有谁 能和你为了同一信仰 一起并肩战斗到最后 我们值了 值了 我 我们要拿不挤 我 我 你 拿不挤 我 我 朋友 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 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 我想 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 都觉得这位母亲 是蛮可爱 蛮可爱的 不错 目前的中国 固然是江山破碎 国必名穷 但谁能断言 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 不 绝不会的 我们相信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假如我还能生存 那我生存一天 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 假如我不能生存 死了 我流血的地方 或者是我异谷的地方 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 这朵花 你们就看作 是我经常的寄托吧 朋友 我相信 到那时 到处都是我愿愿的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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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爱将在一起的仇杀 甚至快乐将在一起的死之悲哀 里面有好远将在一起的信仰和福音 这时 我们民族就会为你 会有这个厉害的灭灭 而是我们的同意 会为这些人的犯犯 与世界上才会为民进 等等的受伤 提到snake ar lending nonsense ar lending my my my